大家好,我叫江永敏,Samantha 我是香港工程师学会的注册环境工程师 在中学开始,我已经特别对化学、物理和数学有浓厚的兴趣 因而选择了入读香港科技大学的化学及环境工程 我现在是奥亚纳Arab的高级工程师 主要是做一些和基建项目有关的可持续发展设计 和推动政策有关的项目 可持续发展设计是什么呢? 是否要有空中花园或太阳林板 这就叫做可持续发展设计呢? 其实说到可持续发展,我们会想三大要素 主要是与社会、经济和环境有关 在我们做可持续发展设计的初期 我们会考虑建筑物的采光、位置、定位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施工期间的碳排放 和对环境的影响作出考虑 甚至在建筑物用的时候 我们在一些能源的消耗 甚至是寿命和材料也会考虑在内 如果单单得其中一个元素 这些都不足以救成一个叫做绿色建筑 其实在这几年的工程生涯里面 我最难忘的一个项目 就是在香港鹤咀铺设一条海底光纜 当时我就有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 有评估到它对水质、空气、噪音、生态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工程师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职业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想一些很沾身的东西 我们要有一个充满创新的思维 去解决一些社会不同的问题